《中文字幕》 我來煮 這般人都在學家 煮一道怎麼吃 其實家很重要 家真的一個人都不能少 輸贏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而是回來以後它能告訴你 我真正學到的是什麼東西 你要負責 你要勇於面對 因為你過去不敢負責 不敢勇於面對才變成這個樣子 他今年85歲 那時候阿嬤不開心的原因是因為 阿公他走了 他覺得生活沒有意義 他一上午有在洗腎 我在洗腎 我在洗腎就會容易疲累 阿嬤那段時間 就很常自己一個人 坐在外面的椅子上 數著車子 數著數著 他可能就會開始哭了 我就問阿嬤說 阿嬤 妳要做回跟我親牙皮嗎 結果阿嬤她就直接回答說 好 我去換衣 我以前跟阿公阿嬤 其實是有距離感的 開始的拍影片 變成兩個人是夥伴 一起給彼此鼓勵 阿嬤 沒有算 好 做腰皮 你也有在看 沒有 你會知道他來 食材 也要有人會聰明 沒有聰明 會不會 煮 阿嬤她有時候都會笑起來很可愛 就會有一種療癒的感覺 大家要看 剛才都說阿嬤妳要再煮喔 妳要看 阿嬤開始轉變成 比較有生活 有重心 有自信 我又開來 由我們這樣做 然後懵做 就比較不會無聊 我想要傳遞快樂 給世界 跟阿公阿嬤們說 你們也可以活得很有智慧 很有自信 你的地點 什麼都很開心 再有一個樣子 我很保護家的 那一個氛圍跟核心 世界貨物那天來的時候 我就只想跟小孩在一起而已 你说约入三十几万 哪有什么 其实在台北真的不快乐 然后常吵架 我们那时候在台北赚很多钱 然后小孩子就拖给保姆家 然后是24小时的那种 整个人生摊开来看 哇 好多事情真的都是本末倒置 所以从八年前就带着两个小孩 回到家乡 回到台东 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庭生活 两个人是共同遇到一个问题 克服完一个困难之后 又更清楚鼻子 又更凝聚一些 童年他们快乐的话 我相信长大之后 如果遇到一些问题 他们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就是都然它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 这个地方它很美 它就是都很大很大的一个色块 很蓝很蓝的天空 很蓝很蓝的海 很绿很绿的山 如果你的童年过得好 它会影响你以后的发展 回到家乡也不能坐吃山空 我决定把我十多年来 所学的手工造作为我陌生的工具 当初虽然说是为了小孩子 做了那样的决定 但是其实到最后收获很多的是大人 我跟老公的关系 就是好像我们彼此可以看到彼此了 从回来开始 我们一直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几乎都是一家四口在参与 我们很少有缺席 家的想法我是觉得是 凝聚力 那个凝聚是 他们会认真想回来的那种 不要嫌弃 不要嫌弃 来来来还有还有 我如果不笑的话 曾经有人告诉我 你不用拿刀就可以杀人了 但是带过这些小朋友以后 我觉得我真的像那个 灌篮高手里面的安息教练 我担任司机的职务 已经有23年了 有些人都笑我说 我的正主应该不是公车司机 而是马祖高中的总教练 我每天几乎都不务正业 因为我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练球 马祖的小朋友除了说比较单纯以外 他们会比较内练一点 不会表现自己 我们这里是一个很小的海岛 如果能借由棒球这一块 我们走出去的话 或许小朋友以后他的视野 会更宽一点 我小时候真的是不学号码 也曾经伤害过人 还好我本身碰到一个 可以让我稍微把自己 整个人生扭转过来的一个老师 明天通通到 听到没有 教练跟你们讲 当你有努力付出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回报 有些人都是把输赢 或是分数看得那么重 当小朋友回来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教练 我今天学到了 我不会再畏惧那种很大的场面 我最喜欢看到小朋友 他是很开心在打球 我希望 把我自己以前没有得到的东西 让小朋友有机会去得到这一切 我是个斑败分子 我进出监狱 比在社会时间还差 我过去 所有的犯罪武器 我都很清楚 现在最熟悉就是垃圾 我的名字叫做陈欣宇 我目前从事是清洁环保工作 我员工高达62名 公司的同仁 更生人的部分 占有七成左右 包括我个人 也是更生人 更生人出来 有些人有本事 他不会来找工作 会在找工作的人 是更生人里面的弱势 就像平常有弱势团体 他找不到工作 192年8月16号 从台南监狱回来 求职的时候 你要不要我 我才开始成立这家公司 帮客户做清云垃圾 以及做社区清洁 大部分的更生人没有自信 我必须要让他们了解 在这边不会有人看不起你 在这边你也可以养活自己 在这边你不需要给人家伸手 一百年的时候 我们监狱一半肯亲 我女儿在无意之间 在聊天开玩笑 好不好 我认识你三十多年 我最常去的地方 是监狱跟看守所 那时候我默默在内心想 我一定要改变 我今年六十岁 我没有一刻犯中 我没有条件示范 我真正对我的孩子 我太太只才真正的愧疚 我的家人让我有这个动力 我必须证明 你的等待是正确的 一步一步来 一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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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少年的头老 所谓的快乐是 看到老婆跟小孩子的那种笑容 那一种互动 我能做到的事情 我尽量去做 当你不做的时候 永远都不可能会有机会 我如何能导致他们 这份工作对他的重要 是我的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